天下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登、雅各 和雅各的弟弟若汗 令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 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他的念明亮如太阳 衣裳结白如光 忽然有摩世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与耶稣说话 美德回应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女儿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女儿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世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 又有声音从云彩雷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爱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见 就腐腹在地 激奇害怕 耶稣进前来 啪啪他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独自一人 下山的时候 耶稣祝负他们说 人只怀没有从死人中复活 你们不要把所看道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 那么,民事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 以利亚的确要来 并要复兴万事 那时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不认识她 犯独任意待她 人只也将这样受他们的苦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指施洗的药汗 耶稣黄黄徒 都了中人那里 有一个人还见耶稣 为何说 主啊,可怜我的儿子 他海滇闲并很苦 屡次跌进火里 屡次跌进水里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依置他 耶稣回答 耶稣回答 此有不信 有背貌的世代 我和你们在一起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引论你们 要到什么时候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那时起 太子就传预了 门徒私下 进前来问耶稣 我们为神 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对他们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少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将一粒芥菜做 就是对这座山水 你从这边 移到那边 他也会移过去 并且你们 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